花蓮市第三届市长杯回篮勇士格斗赛 10号是在花蓮文创园区的第18栋热血开打 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位选手参赛 甚至由东亚锦标赛的国手等知名的好手参加 也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到场来欣赏精彩的赛事 一来一往全全到位的攻防站 看得令人血脉喷张 第三届市长杯回篮勇士格斗赛 10日在花蓮文创园区第18栋热血开打 时任市长的先议员魏嘉贤大力推动 现任市长的魏嘉宴延续传承 吸引全国月150位等好手参赛 参加那个吴之王的那个项目 然后感想是因为第一次有这种项目 全台湾都没有这种项目 所以想玩看看感觉很热心 我们这边有全集踢拳比赛事 那还有我们很特别就是给第一次从来没有上场过 打过格斗比赛的选手们 他们参加的圆梦杯的比赛 圆梦杯 然后把所有的安全的系数的装备都拉到最高 就为了很安全的去享受 这个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危险 其实是很健康的赛事 那我们想要在华联更加推广这些防霸灵 防霸灵健身 然后还有现在去在乱七八糟的社会风气下 学会一点点保护自己的方式 格斗赛现在已经相当的盛行 那也非常感谢华联市公所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我们华联市民代表会都会来全力支持 我们华联市各项运动赛事 那也期盼借由运动赛事带动华联的观光产产业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承办单位 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推广相关的格斗运动 让每一个格斗喜欢的一个朋友们 都能够有一个舞台 可以来发泄自己的一个体力之外 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技术 那在此 在要回顾过去 在加强单位市长任内 也推动这样子一个活动 能够延续下来 要非常感谢华联市长李政维主席 大家共同起立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相关的产业运动 本届报名选手为历年最多 除了有拳击踢拳团体赛 还有圈台首办回篮孤之王 尤其特别规划踢拳圆梦组 为40岁以上对格斗有兴趣的社会人士 一元格斗梦 除了强调练拳是锻炼身心 也呼吁反霸凌 穿达格斗是正面的运动 期盼通过运动搭配市集 带动华联观光旅游商机 接着讲方言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